結果一樣 只是說換了另外一個函數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第一個在超乎函數裡面 我們找到那個財務裡面的FV Future Value 那Future Value裡面的話 這個Rent 顧名思義嘛 利率 還好他剛好是年利率 如果是其他 當然你有可能是月利率 或者是其他利率 你要可能要自己再除以12 或者怎麼樣 自己要去再調整一下 再來的話 NPer就是 付款的總期數 總共是幾期 這邊的話 總共我們 期數的話是以這個年 當成是我們的期數 那PMT的話 這個地方的話 是不是要 那個 分期付款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會跳過 好像他這邊的話可以略過 或者我印象中好像補零 好像也可以 PMT 試一下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PV PV PV的話是限值 限值的話 特別注意這邊 我們就是 我放在銀行裡面的金額 不過特別注意你會發現 它是負的 你放到 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 我是我自己的推想 是不是說 因為我現在的口袋本來 我有50萬塊 但是我放在銀行那邊 所以理論上我應該是變成說 變成說我本來應該正的 現在變成負的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記得加個負號 如果你沒有加個負號的話 那 結果 就會有錯 所以這裡的話 記得加一個負 負50萬 那最後的話 然後我直接把它按一個確定 看一下應該理論上這樣的結果 那Type的話這個地方 期初還是期末 一般就是 期滿之後才給 所以 如果你省略的話 或者零 那這邊按確定好了 我們省略好了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得到的結果 跟剛剛是一模一樣 那只是說呢 我現在要向下向右 所以你會發現 反正就把B1給兩個都鎖 那一樣的鎖三列 跟鎖A欄 所以記得看到A欄 把A欄給鎖起來 三列的話 把三列鎖起來 好 這樣的話 其實道理一樣 把它向下 向右 那最後呢 一氣呵成 結果應該會是跟 跟剛剛是一模一樣的 OK 好 那另外 因為我在後面 會教各位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在VBA裡面 也要用到一個函數 也就VBA裡面沒有FV的話 我記得好像也沒有了 但是呢 在Excel裡面有FV 那VBA裡面 如何去存取 如何存取FV的函數 我要怎麼樣 可以用它 但是我用它的時間點 並不是在 Excel裡面 而是在VBA的公式裡面 就是把它直接拿來VBA裡面用 有沒有辦法這樣用 當然可以啦 那怎麼用 等一下這個地方再跟各位做說明 那 OK 第一個我們就玩 所以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 定存公式 一個是 一個是FV 那再來是VBA 那VBA部分的話呢 我先Demo給各位看 理論上是 先清除嘛 這個清除應該很簡單 然後利率的話 我這邊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 現在是到3% 那比如說利率 按下去 請輸入利率 這個利率指的就是 最後的那個利率是幾% 那我比如說是2%好了 輸入2 他會先幫我把舊的利率刪掉 再補到2% OK 確定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現在利率又漲了 比如說我要到3% 按輸入3 按確定 他會自動幫我加 年也是一樣 好 那請 再來計算 按下去 我今天會多出一個功能 就是呢 可以讓那個輸入 可以比較自動化 所以我會多出一個什麼 請輸入存款金額 那這個實際上是利用那個 VBA裡面有一個 一個一個敘述 一個一個 一個功能叫做Input Box 這個Input Box 它可以跳出一個視窗 然後呢 讓使用者可以填寫一些東西 當它填完資料之後的話 會自動幫我把它放到哪裡 B1的儲存格裡面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把它直接輸入 賀、十、百、千、萬 十萬 OK 按個確定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Input Box 它沒有防呆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輸入數字OK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些人呢 他給你輸入什麼 五十萬 是中文字的話 按下確定 那一定會錯誤 可是有什麼方式可以防止錯誤發生 當然你用Input Box不行 你可以選擇用別的方法 這個部分等一下 我會不會跟各位說明 按確定 那我 可以把值丟進來之後 再動態的把這些東西都做完 那可是要如何做呢 其實基本上的原理原則都一樣 也是什麼 跑兩個回圈 列回圈是for i 等於 4到最下面一列 for j 等於呢 b 欄的 最右邊到最右邊一欄 然後把這個範圍 輸出之後公式帶過來 結果就出來了 那我等一下會 講解就是兩個部分 一個是 用一般的公式 跟用函數 還有個清除 另外利率跟年 這部分等一下再跟各位做說明 試一下 把這個 FB 先試試看 畫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那我們也先在 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看那個 VBA VBA的做法 大概 原則上最簡單就是直接輸出公式 我們前面有做過 那或者是說 你可以 把那個 Sales裡面 放入我們應該放的 一個 那怎麼樣會最簡單 等一下會跟各位做說明 OK